中阴深,静色根,灵魂 因为不觉才,万为明觉 万为明觉就是,阿赖耶之见分 阿赖耶一有见分,立刻就起了一个相分 相分从哪里来,见分里变现出来 最初见相依结合,吸吸吸,是吸收 互相吸收见分,吸收相分 相分吸收见分,这样变成,静色根 静色根佛法里称之,中阴深 中阴是灵魂,其有色六根 要是中阴没六根人去世,给他超度 那皆是假空,没有见分觉知 给他超度有什么用处,中阴确实是有 神识确实有投胎,就是这个东西去投胎 故静色根不是神经系统 为什么,人去投胎不会那个神经理 开身体到别的地方投胎去,没这现象 六道轮回就是他神识不改变身体形状会改变 这一生的个人身是这样子 来一生多个狗身是同样子 人跟狗不一样,那个神识是一个不是两个 故神识属于静色根 静色非人肉眼能见得道 但有相当禅定功夫能见得道 这不需要是很深之禅定功夫 譬如在佛门里有定功人能见到鬼灵魂 道教义有甚至现在西方人跟鬼打交道 见到神识也很多 中阴不是鬼,灵魂不是鬼 做鬼是六道之一 他到鬼道里投胎去了 鬼之生太多半是化生 但一有胎生,佛经里讲也有胎生 那是投到鬼道时才变成鬼 没到鬼到地藏经里讲 大多数情形是这样 有少数是例外 多半人死了之后 中阴停留期间一般是四十九天 做期依旧是根据这桩事实来做 四十九天以后多半去投胎了 顾着四十九天之内给他诵经陪伏 他很有受用 这是说明镜色跟 天眼能见到镜色 跟修禅定定中有慧眼 亦能见到镜色跟人做梦 梦中境界亦属于镜色 要是梦中没有色 有禅定人就不会见到别人在做梦 人睡觉去神识做梦 梦到美因果去玩 有禅定功夫人看到其神识 已会到这里,已会到那里 那些想都变现出来 看得清清楚楚可见得 这个东西非神经系统 如果我们做梦去美国 难道我们六根之神经出去了吗 真的跑到国外去了吗 不可能 现在有人拿着神经系统来复会 镜色跟这讲不通 妄为明觉原不觉阿赖耶 见起相分 见相交融成镜色中因灵魂六根分 投胎神识便轮回 非是神经外体型 禅定慧眼见镜色 梦中有历镜分明 问题 一 什么是 妄为明觉 二 镜色跟 与神经系统有何不同 三 为何 中因身 在49天内 诵经陪伏有用 重点 一 妄为明觉 是阿赖耶之剑粉 二 剑粉与相分结合 形成镜色跟 三 中因是灵魂 具有六根 四 神识不改变六道轮回中的身体形状会改变 五 镜色跟非神经系统 六 天眼与禅定 可见镜色跟 中因身 镜色跟 灵魂 妄为明觉 阿赖耶之剑粉 六道轮回